天天话题之风华物语由Conquer Pacific 协定世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加拿大版风华物语 我是主持人吴景 加拿大联邦大选10月19号就要正式投票了 已经连续执政了9年的保守党政府 此次能否四度连任 而选民求变的心理又会不会让加拿大选出一个全新的新民主党政府呢 今天在现场呢 我们为您请来了三位大温哥华地区的时事评论员 欧泽光先生 马再兴先生和赵一坊先生 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做一个深度的分析 另外在现场我们还为您请来了我们大温哥华华裔社区的代表 待会也会开放观众朋友现场提问 来考一考我们三位时事评论员 好 那欧先生首先请您开始吧 用30秒的时间给我们大家陈述一下你的观点 好 这些大选呢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是选举期是有时以来最长的 所以在这个期间呢 很多话题都能充分地讨论 但是看起来最后决定这个选举结果的还是经济问题 因为根据民意调查 超过80%的群众 还是认为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所以我看最后结果还是保守党政府能不能说服大家 或者是两个反对党它能拿出新的方案 让大家对他们那个政策政策是有信心 投他们信心的一票 所以看起来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在政策政策方面能不能说服大家 好 马再兴先生您怎么看 跟欧议员说的差不太多 选民重点是放在经济问题 这方面呢 不仅有这个执政党 你在执政以后如何使这个预算案 是云于亏损出于哪一种状态下 让这个经济更好的发展 也牵扯到国际上的一些合作 比如最近加拿大刚刚和11个国家 签署了所谓跨太平洋伙伴合作关系 如何进一步在国际空间拓展加拿大经济的地位 那么除了这些经济问题占主要议题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 比如说大麻合法化问题 移民问题 包括难民问题 还有在加拿大一个很令人纠结的问题 关于这个性别识别这样一些问题 也拿到联邦的这个层面进行讨论 当然还有加拿大的外交问题 如何和世界各个国家 包括我们中国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 这样一些选题都是选民和政治家们 普遍关心的话题 好的 那赵一坊先生 您是代表了这个年轻一代选民的声音 给我们谈谈您的观点 我观点也差不多 那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那经济就是选举永恒的主题了 那这次特别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状态 包括哈佛自己也承认 我们进入到衰退的一个状况 包括各项指数 不论是经济增长 年轻人的就业竞争力的排名 也是越来越靠后 那经济自然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那第二个主题 全国层面就是涉及到C51 C24 包括最近投金这样一个争议 其实背后涉及到的是加拿大的核心价值观 包括人权宪章到底有没有违背 包括我们的宪法的一个基本精神如何 那回归到我们华裔社区的话 其实刚刚马社长讲得非常好 就是似乎华人每次选举都两个主题 一个叫大麻 一个叫同心恋 那背后其实涉及的就是我们的选举文化 到底是怎样一个选举文化 我个人今天其实最感兴趣的是 华人自己内部本身的选举文化 因为作为我们整个族群来说 民主的长远发展不只是去投一个票 或者说选举的时候大家吵一个架 而是我们最后是以怎样一个格局 面对政治本身这样一个问题 对 你点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就是说好像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 一到了大选就看到大家互相指责 而且这种攻击性的言论 好像过去在上一届大选确实是奏效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刚才三位嘉宾也都提到了说 这次大选绝对是要看经济 谁这个经济排出的好 就有可能是入主这个政府 那欧泽华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 你怎么看这个TPP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对保守党政府来讲 因为它在过去九年急症 所以对它有利也有不利的地方 就是说它曾经做过一点事情 以后大家对它怎么评价 以后两个反对党呢 反而因为它只是提出是口号 或者是计划 那么主要还是大家对它有没有信心 关于这个TPP这个问题呢 我看也可以跟保守党政府 过去一年 一直以来它那个方向也可以连起来 就是在它九年里面 它是比较重视推动国际贸易关系 所以对那个旧有贸易 包括在欧洲和欧盟国家签的那个旧贸易协议 也是它一贯的作风 那个TPP呢也是一贯的 那么这个TPP到底是对加拿大有利还是有弊 这个也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 因为不同的行业 比如说农业可能是比较有利 但是一些工业可能就是有一些影响 所以不同政党现在还是对这个话题 就是不同的分析 但是我觉得这个TPP总体来讲 还是跟保守党一贯推动国际具有贸易 这个理念是相符合的 其实讲到TPP很难免的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外交的一个政策 很多人会说加拿大这一次达成了这个TPP的协议 但同时呢 也会不会影响到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 那很多人可能现在就有在问这个总理办公室这个问题了 马在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影响是会有一点 但是呢 因为加拿大作为七大工业国之一 它可能要跟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这些国家保持它的步调一致 因为所谓TPP 就是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我们简称TPP 就是跨太平洋的一个伙伴合作关系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 谁也没有公开说过 跟中国搞亚投行啊 一带一路啊 是有一点 而轻度抗衡的这个东西 但是国际间的合作也都很难说 那么也在未来的事件里 也许美国也会加入亚投行的队伍 那么中国呢 也有可能 在现在目前看不到 但未来也有可能加入TPP这个行列 但是总的来说 之间是有一点点抗衡 但是我们正在加拿大国家的利益上来讲呢 这个TPP本身呢 对加拿大推展国际自由贸易 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有专家指出 从加拿大的枫叶塘江到飞机制造 很多商品对加拿大都是有利 当然现在反对党也好 民众也好 就要求哈坡政府 因为你主持这个谈判 你不仅要告诉我们TPP带来了什么好处 你也要告诉我们 当你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谈判的时候 我们加拿大在哪些方面做了妥协 就是说哪些让利于其他国家 因为就是包括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之间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 也有一个利益之争 哪些东西我让给你 哪些东西你得让给我 对 所以可能这就为什么说 这个反对党现在有在想 这个大选期间 其实那保守党政府不应该这么快地 就推出来说 我现在这个谈判已经结束了 那么未来如果说可以连任的话 我们就去实施 但他很在意这个 可能能为他加分 对 那赵一房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 当然TPP 他是试图在这次选举上给他加分了 那我们谈经济问题 谈一个贸易协定是不够的 其实加拿大今天经济问题 是一个架构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整个经济的结构 是不是要那么单一化 那保守党最任意并购的 就是他把整个的产业 等于是堵住 堵在一个产业上面 也就是所谓的石油 或者能源产业 当一旦国际上 有任何波动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非常被动 我们看到经济数据不好的时候 保守党就说 哎呀 这个国际环境不好 所以我也没办法 那为什么国际环境不好的时候 你会那么被动 但不是所有国家都那么被动 就是因为你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不是一个TPP能够解决的 那我们回到TPP本身 当然不同的政党 它是有不同的观点 我个人是觉得说 因为现在很多细节 我们还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也很难下定论 最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背后有一个 全球化的逻辑的问题 就是说全球化 到底是一件好的事情 还是不好的事情 事实上在学术界 有非常多的争论 有一派可能认为 全球化其实是让 有钱的国家 跟穷的国家的距离 越来越远 然后每个国家内部 有钱人跟穷人的距离 越来越远 这只是一种观点 那我事实上 我个人看 比如说我们中国大陆的 当年的发展 其实并不是完全开放的 是保护了一部分 中国的所谓的民族产业 或者内部产业 慢慢地这样 在全球产业链当中 形成一个竞争力之后 才能做这样一个比拼 那TPP就是很多人担心的是 我们工业可能会受损 很多的工人 可能会没有工作 那总体 我还是那个观点 总体到底是好事情 还是坏事情 真的很难讲 当然刚刚那个马先生说 是不是中国会加入TPP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是比较低的 因为其实中美等于是 现在是直接竞争的一个关系 那加拿大现在是完全等于是 当然这也是哈普的一贯作风了 比较靠向美国 比较靠向欧洲 那现在其他的政党 自由党是还未做决定 那新民主党 目前是原则上是反对TPP的 但是愿意加入亚投行 所以可以看到 每个政党在国际贸易上的 一个逻辑是不一样的 好的 那我们先开放一下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问一下 听听 刚才听了我们三位嘉宾的点评 说到这个经济问题 那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呢 好我想首先问一下 坐在我们第一排的这位女士 我想请教一下 您有什么问题 问一下我们三位的嘉宾呢 刚才呢 听到三位嘉宾主要谈到是经济问题 但这次呢 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呢 是谈到选举问题 因为呢 我觉得我要为选举的一个问题 问问三位嘉宾 经济问题呢 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全球一体化 不管是中国美国到欧洲 现在经济全部都是不好 我认为加拿大也不可能一枝独秀 我们不做评论 我作为一个女性代表 我是加拿大妇女儿童联合会的会长 今天邀请来呢 实际上我还是对女性这个参选 更感兴趣 尤其在这个Richmond地区 在近阶段发生的这个事情 尤其对我们 很有刺激的事情 我也发表一下 这个问询一下 比如这个袁威 她当时呢 是一个女性的这个参选人 在这块呢 实际上 她 我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也不认识 但是这次她参选 找了我们几次 想让我们妇女 支持她 我呢 也是让我单位的十几个人 都是加入了自由党 但是呢 到最后呢 我们突然听到 就是袁威呢 就是在党内 就剥夺了这个权力 其实我认为 选举选举 就需要一个公平 公平的竞争 不管是党内 还是党外 还是其他各党之间 在这方面 女性更处于弱势 是否一个是公平 第二个 是否有一种保护 第三个 在这个袁威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 因为她一种精神 她不是往这次选举 才知道她 连选了都是四次了 而且这么多次的失败 一直还是 还是在坚持参选 我希望让他们 谈一下他们的感想 好 可能请我们的嘉宾 谈一下这个女性参选 可能很多选民 也是会关心这个问题 那赵一航先生开始好吗 我觉得有一次 好像我们华人从政的话 女性是特别多 关慧珍 黄晨小平 那袁威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她是女性 所以被剥夺这个资格 我不知道 对 但是背后的一个问题就是 Justin Trudeau 他一直强调 她是一种新的政治 不一样的政治 她强调她党内是要民主的 那最后是不是民主呢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 大家各自都有公允了 所以说我不知道 就是如果一个政党 它自己内部的很多问题 都解决不了 它之后能不能管理整个国家 这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好的 谢谢赵一航先生 好 那也看到我们观众朋友 也是有很多人 也有很好的反应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请您继续关注 天天话题 风华物语 天天话题之风华物语 由Conquer Pacific 邪平世博集团 特约赞助播出